展示到那個財政報告 就要求民政事務處處理 民政事務處一直都不處理 小業主不服氣就自己去進行訴訟 可惜他沒有法律的援助 他反而輸了十幾萬 結果就是這樣 但民政事務局仍然跟我們說 是要審神處理 所以不協助 你說有這個條例又怎樣呢 是沒有幫助的 民政局自己一直承認 當收到業主投訴的時候 懷疑有人遇到另外一些問題 譬如非法遺標的時候怎樣呢 就像剛才政府兩位官員這樣說 就是當局做法就只是建議什麼呢 投訴人向競爭事務委員投訴 或者如果有懷疑刑事成份的話 就是建議去向這個廉署 或者是警署報告報案 甚至乎又建議入賺這個土地審柴處 但是有沒有用呢 主席這樣聽 所有事情都沒有用的 我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以出席大會的提名人這樣 就是他現在出席的時候 他可以假去代替別人簽名 說可以授權給別人去出席這樣 明知是假的了 報警 警方說 你知不知道誰跟他簽那個的名字呢 你不知道我們不能跟進的 明明是一個刑事成份的 警方說不能跟進的 那你報警有什麼用呢 局長 所以我覺得呢 政府不斷都說這問題是轉介有關的執法機構 但是成功幹有多少呢 告訴你 在去年成功轉介幹只是佔全部投訴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已 說到底 民政處作為執行一個的建築物條例的部門 極其量就是做了和事佬 難聽一點呢 這就是長頭草來的 因為沒有辦法去保障到小業主的權益 其實說到這個的遺標問題 那個情況是更加嚴重 剛才兩位局長不斷說 就說事件局會是提供協助 其實我有個個案就是在紅磡的 就是他也是參與這個更新大行動 但是怎麼樣呢 找這個事件局那裡幫忙 幫忙怎麼樣呢 最多就是我提供一些名單給你 你再找一個 不夠的名單就找多幾個名單 不夠多你就找多些 就是這麼多 這些就叫技術提供了 你覺得你有沒有人反感呢 根本沒有實質的幫助 所以說到遺標這個問題 其實有時候不是法團出現問題 而是遺標公司 或者承辦商出現了問題 但是政府沒有好好地監察 又要人家去舉報 舉報的時候怎麼樣呢 特別是廉署 最離譜的怎麼樣呢 當你舉報的時候 他說你有沒有證據呢 有沒有證據說 我們不會跟進的 就是今天浪費氣了 現在我們今天就是沒有這些證據 沒有這些條件 為什麼他找到這些案件的罪證出來 先找你們協助 竟然間反過來用它提供 那就是現在你們轉介 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些維交問題 如果現在只是依靠政府這樣說 不斷轉介有關部門呢 根本就是推卸責任 根本就不是面對著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根本就是沒有心去幫助小業主 或者是法團 我覺得這些問題 政府你一定要想多些方法 去真真正正協助小業主 去抗拒一個維標的問題的 不能夠再這樣推卸責任 在這裡亂說 就說有關部門一定會跟進 說法定和藏門都教會 楊比發不清 工資 lecce 淑乃 工資料 工資料 工資料